《考古大会战》 2015年11月19日 在山西省林分市区卧县的一处田野上 一支考古工作队正在紧张地忙碌着 自西向东 在长达一百多米的工作面上 考古队员布设了两排探方 随着泥土被一点点踢出 探方成了一个个深坑 许多原本埋藏在地下的陶片逐一显现 在考古队员看来 这意味着一条拥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古代城墙 即将重现实践 它很可能就是半个世纪以来 三代考古工作者 苦苦寻觅的晋国早期国都的一部分 对拥有九组十九座晋国国君大漠 出土数以万计珍贵文物的 屈村天马遗址来说 只见墓葬 不见都城的尴尬 能不能进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决线场向北一千米 一座现代化博物馆 威然出力 这座山西境内规模最大的遗址博物馆 直接以晋国命名 于2014年国庆期间正式建成开放 展示并保护着十九座超级大墓 和墓中出土的珍贵文物 他们的主人包括了 从第一代晋侯谢父 直到辅佐周平王东迁的晋文侯 整个西州时期的九代晋侯 和十位晋侯夫人 以晋国博物馆为核心 南阔林坟市区卧县区村镇 以及相邻的益城县部分村落 一千一百万平方米的坡地和平原 都属于区村天马遗址的范围 早在1962年冬天 考古工作者就在这里 发现了一些晋文化的遗村 但在那个时候人们还以为 这里只是一处普通的晋国封义 1963年 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任教的高明 带领学生到这里实习 发掘了从战国延续到汉代的三章古城 1979年 高明的同事 北大教授邹衡 再次来到屈村天马 仅仅几个月的视觉过后 他敏锐地意识到 塔尔山脚下 这处气势恢弘的晋国遗存 应该就是文献记载中 和坟以东方百里的 晋国早期国都所在 和早些时候 对夏文化 商文化的几次重要推测一样 邹衡对屈村天马遗址的看法 一经提出 很快就在学术界引起了争议 历经三千多年岁月清晰 近时多年 等到他来源 我认为杨处达 发行三千多年 每个月中有自己 都不闻 一切的 工程都不想 他的选择 第二 他 cutting 看 与 他 每个月中 古城工作的同时 我们对三张村东这片地方 又进行了钻探 在钻探过程中 就发现了一道夯土城墙 直到发掘开始 吉昆章依然对夯土机制 就是古城墙的判断 心怀忐忑 一开始发现 感觉到很奇怪 在这地方怎么会有夯土城墙 这个城墙和整个遗址 是什么关系 这个城墙它是个什么样的形状 它会是一个整体 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 确定了夯土就是城墙后 它的走向成了焦点 吉昆章迫切希望 它会拐弯 会闭合 会形成一座大城 会圆满一个前后三代考古工作者 做了四十年的梦 时间回到1980年 在邹恒先生对屈村天马遗址提出了大胆的推测后 北京大学考古专业 干脆把这里当作了一个固定的学生实习基地 那就说两年北大要来组织实习 一个比较大规模的实习 因此呢 80年就是最大的一次 最早的一次大规模的实习 那以后呢 基本是两年搞一次 一直搞到你看80年 82年 84年到86年 三四次 那以后呢 尽管我们没有按照两年一次 这么一个派学生去大规模实习 但是也还有零星的有一些 比如说在86 88 89 这时候都还多一些 我呢 也恰恰就在那个时候 在北京大学念书 然后作为这个 我们作为实习 在大学三年级的第一个学期的时候 实习也是来到屈村天马遗址 在对遗址进行解读后 邹恒着手制定了一个 长期的工作计划 北大师生用了十年时间 按部就班 逐步发掘 清理出了大量西周时期 不同等级的建国墓葬 和大批房屋机制 1992年春天 晋猴墓地横空出世 围绕着他 考古队员又进行了八次发掘 这时候 由于年龄关系 田野考古工作 被邹恒先生教给了后来的 中国夏商周断带工程首席科学家 时任北京大学考古系主任的李伯谦 直到今天 人们还没有发现有第二个诸侯国 能在遥远的西周时期 拥有世系如此完整 招牧制度如此严密的国军墓地 驱卧尽候墓地自发现之日期 就成了研究西周历史的一把池子 墓葬形质持续变化 实物资料丰富多样 年代横跨整个西周 人们第一次对周王朝最核心的礼乐制度 有了直观完整的认识 如果说 在上个世纪 在田野考古工作 引入中国之前 我们了解靖国 仅仅是从书本上了解的话 那么今天 我们考古工作者可以自豪地说 靖国 我们不仅仅是在书本上知道 同时我们能看得见 能摸得着 晋侯墓地被发现后 对屈村天马 就是晋国早期国都的怀疑 立刻销声匿迹 学者们回头审视 无不震惊于 商周考古第一人 邹恒先生学术水平的神奇 发现了十几年 依然不知庐山真面目的遗址 视觉几个月 就能提出如此精准的判断 这说明我们的周先生 他确实是很有眼光的 就是有了一些新的信息 线索 那就可以抓着不放 如果说 晋侯墓地的发掘 是屈村天马遗址考古的 第二个高潮 那么在当时的人们看来 第三 第四个高潮 一定会在很短的时间内 接踵而至 作坊 仓储 宗庙 祭坛 宫殿 城墙 这些国家首都必备的元素 哪一个都是不得了的发现 然而尴尬的是 又是二十多年转眼即逝 考古队员找遍了遗址的每个角落 这些重要遗存 竟然没有一个浮出水面 拉网式的探过 这种拉网式的探过都探过 难道说 屈村天马只是晋国人的墓地 国都还在遥远的另一个地方 可是 无论文献记载 还是近年来的考古发现 都不支持这种可能 从新石器时期的梁主 陶寺 再到夏 商 西周 出于对祖先的崇拜 古人习惯于把侍者安葬在城市附近 个别拥有特权的大贵族 干脆就被葬在了城市之内 他葬在城边 他也利于经常的祭祀 也利于下葬 其实是到了比西周还晚的春秋战国 礼乐崩坏 但对誓死如是生的古人来说 葬俗依然还是一个不可碰触的禁忌 晋风宫在春秋时期 晋风宫来攻打曹国 一直攻不下来 这个曹国的士兵啊 然后曹国的人就把晋国的士兵的尸体 从城上 落在城上 让人让晋风宫看 当时晋风宫啊 就很头疼这个事情 所以他们当时就做了个决定 叫把军队移住到 移到曹国的墓地上 曹国人一看 这个把军队移到他们曹国墓地上 有可能挖他们的墓了 所以曹国人一看 就投降了 诸侯墓地不会远离国都 发现晋侯墓地时 学术界之所以不再质疑屈村天马 也是出于这样一个共识 但要证明他就是国都 又实在是缺少过硬的证据 多年来 考古队员拉网式钻探 最大的希望 就是先找到城墙和宫殿 这些拥有大面积 夯土台积的遗存 相对容易发现 而且找到他们 其他建筑很可能近在咫尺 就这样 年复一年始终没有收获 百般纠结的吉坤章突然想到 苦苦寻觅的西州城市 会不会被负押在了 早先发掘过的 三张战国古城城下呢 于是才有了2015年的 这次发掘 对四千万三晋父老来说 晋的意义 绝不仅仅只是山西 这片表里山河的简称 家乡的土特产 节日里的风俗 甚至每个人每一天的生活 都充斥着这个三千年前 古老国度留下的印记 可是 在考古事业迎来又一个春天的 1979年 当同行们都在忙着探索 史前文明的秘密是 身为湖南人的邹衡 为什么要选择寻觅一个 深具地域特色 兴起于西州早期 却在春秋末年 就早早灰飞烟灭了的 诸侯国呢 故事还要从遥远的 1952年讲起 当时时任山西省文教厅副厅长 并且是山西省文管会主任的崔斗成先生 他到新疆去考察文物 途经侯马西边的白殿村 1952年的山西 百废待兴 那时候的侯马市 还只是屈卧县的一个乡镇 由于地处要冲 侯马自古以来 就是南来北往的商旅 休息印马的地方 侯马就是等候马匹的意思 也许是古人的习惯 触动了崔斗成的心弦 他也选择了在这里稍事休息 无意中却在路边 发现了一些嵌在泥土中的陶片 他当时看到这些陶片 带神文的陶片 虽然他不能确定 这些陶片是 到底是属于什么文化的 包括它准确的时代 但是他知道这肯定是古代的东西 然后他又带着一些陶片 带回到太原 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是省考古研究所的前身 崔斗尘带回的陶片 被具备专业知识的学者们认定 是东周时期的文物 很快 一个考古调查小组 来到了侯马 经过调查感觉 发现侯马这一带的遗址 是非常丰富 有很多东西 在这儿的遗址 有很多东西 这一带的遗址 把他停留在那里 但是他对他在这儿 没有得到 那里面对这些人 调查随后展开 1956年 国家文物局 走职专人 在这个地方开展调查 然后规模最大的是1958年 以鸿马为中心 方圆4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 进行了调查 而且发现了 平旺 牛崔 檀神 包括白垫 包括上马墓地 等等 平旺 牛村 台神 白垫 是当时的小镇猴马 一些村庄的名字 在这里进行的考古调查 让一些或突出地表 或被掩埋在地下 沉寂了2000多年 巨大的夯土台积 再次为人们所知 根据从遗址各处搜集的 陶片分析 人们认为 猴马东周遗址的地层堆积 虽然跨越了整个东周 但却是以春秋时期为主 由于在这个时期里 猴马毫无疑问 应该属于晋国的势力范围 因此学者们为其命令 公元前1043年 周王朝的建立者武王激发 推翻殷商统治刚三年 就匆匆离世 年仅12岁的成王激宋 在叔叔周公 少公的辅佐下 开始学习如何管理 这个庞大的国家 看到有机可乘 商周王的儿子武庚 联合没能掌握大权的周王 另外两个弟弟 管书 菜书 发动叛乱 部分殷商时期 遗留的诸侯国 也参与了进来 以实践 周王朝的统治摇摇欲坠 就在这个时候 成王激宋和年幼的弟弟 书渝有一次一起做游戏 他把一片梧桐叶 剪成玉龟的形状 对书渝说 我用这个分封泥 这件事被史官记录了下来 大臣们很快就向成王提出 要选一个吉日 为书渝举行分封仪式 成王文言诧异 表示这只是个玩笑 但大臣们指出 天子无戏言 只要说了就要实现 这个故事 是成于同叶封地的由来 民间更是把它演绎为 君无戏言 成了后世君主的一条 行为规范 由于离西州国东 封号太近 参与叛乱的唐国 被迅速消灭 领地被赐给了书渝 根据汉书帝里志记载 后来 书渝的儿子谢父继位后 因为唐国有条名叫 建水的河 于是改国名为禁 学历史人大概都知道 禁国是当时这个 从西州到春秋这个阶段 中原地区最重要的一个封国 禁国与周王室这种关系 是非常亲密的 是非常亲密 他是周王的儿子 所以在这些诸侯国的封国里面 禁国的地位还是比较高的 在交通不那么便利的先秦时期 分封诸侯既是现实需要 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 在分封至达到顶峰的西州 武王和成王两代君主 在继承了夏商遗留的数千诸侯外 又分封了71个国家 这些新封的诸侯大体上分为三类 其一是包括 炎 黄 姚 顺 这些先贤的后裔 但数量不多 二是辅佐过文王 武王的勋臣及后裔 例如齐国的江上和楚国的雄裔 占多数的第三类是王族 足有53个 不仅书于封堂 周公封炉 少公 管书 菜书等也各有分封 我们现在可以打开一张中国地图 中国地形图 尤其是中国地形图 我们把这些分封的国家都标上去之后 就会发现周人这个分封是非常有意义的 周王朝分封王族和功臣 目的是通过他们的封地 间接完成对整个国家的管理 这些新的封国 就像今天的省会和地级城市 数量众多的原有诸侯国 则向一个个县 县 方圆百里的旧堂国 面积可不就相当于一个不大的县域吗 近南这块已经比如 有运城盆地 林分盆地 运城盆地是宿水和柳域 林分盆地是分和柳域 那么在分和柳域的两边 一边是太阳山 一边是吕梁山 而当时的太阳山 吕梁山里面 有很多少数民族的部门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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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还是这样 设立考古工作站 自然是为了能更加便捷地开展工作 还没等盖好房子 就开始了招兵买马 还有一些探工和临时工 加起来有十几个人吧 都住在西红马的民房 这是我现在回忆啊 就是有一个棚子能够做饭 在侯马新城的建设规划里 平阳机械厂是一个重点 你看57年我去 5758 一直到60是把这几年 一直在平阳机械厂这个地方配合 配合这个基本建设 搞这个考古发展 奉命组建企业的 是一批复原军人 来到侯马 雷厉风行的他们 却遇到了一帮动作迟缓 优柔寡断的老学究 他们要急着施工 我们考古发掘速度很慢 要进行科学的发掘 那不是说推土机 能推把文物剪出来就行 不是那么简单 要照相 要绘图 要记录 要看现象 总之我们这个科学的操作规程 相对说在时间上 跟他们是有矛盾的 在田野考古 还没有深入人心的年代里 队员们只能一边想办法 安抚建设者的情绪 一边夜以继日的工作 但即使这样 发掘的速度依然缓慢 因为就在工厂的 占地范围内 考古队员发现了一大批 无样有些古怪的文物 在钻探过程中 队员们已经知道 地层深处堆积着不少考古发掘 最常见的陶片 可是真正拿到手里 这些陶片却显得那样陌生 一般意义上的陶片 大多来源于破碎了的陶容器 由于生产简单 使用广泛 再加上数量众多 因此不同石器的不同群体 都会在陶器上留下鲜明的特征 很容易通过对比加以区分 正因为具备这个特征 摸陶片就和看土色一样 成了考古工作者的基本功 可是眼前的陶片 同样像是某件陶制容器 破碎后形成 但无论从厚度还是纹饰 都有着很大的不同 遇到陶片 肯定要尝试拼对 当鲜片属于一个整体的 奇怪陶片被组合到一起后 考古队员惊讶地发现 连接起来的 竟然是一种青铜器上 独有的纹饰 难道说 它是一件青铜锂器的模型 那古人烧制它的目的 又出于什么呢 当时采用模范胶筑法 生产铜器 首先要做模 模设计成铜器的样子 饭是用泥块压到 拇子上翻出来的 纹饰就探移到上方 凸起来的为模 凹下去的为饭 合起来就是磨饭 饭块按照气污的大小 若干块拼合 铜水从上方加入 流入各个缝隙 冷却后将外饭敲碎 内心捣碎掏空 经过修复打磨以后 一件崭新的铜器就随之产生了 其实大多数青铜器在铸造时 都不会这样简单 有时候一件小型铜器 也需要用到更加复杂的工艺 有一些铜器的铸造工艺较为复杂 像我手中所拿的这件铜力 利尔就是单独进行浇注的 我们现在看到 我手中所拿的就是 单独胶筑成型的利尔 最后把它焊接到铜力上的 逃母逃犯的出现 预示着眼前很可能存在 一座专门铸造青铜锂器的工厂 它拥有的是 只能由周天子或诸侯国国君 才能控制的核心技术 巧合的是 二十世纪大型工业企业 选中的土地下 恰好就是两千多年前 晋国最高生产力的代表 刚刚发现逃犯时 逃股队员还不敢断定 整个遗存的性质 可是随着逃犯出土数量越来越多 分布面积也越来越大 人们终于断定 这里就是一座罕见的铸铜遗址 它的青铜器的铸造 它在技术上有很多改进 在它的艺术风格当中有很多变化 都代表当时的那个世界特点 所以在当时我的印象当中 好像是在中学的课本上 都提到过它 所以这个影响应该是十分重要 从这一天起 学术界开始重新思考 对猴马的认识 它会是一座晋国古都吗 可是从文献资料来看 晋都始终蒙着一层厚厚的面纱 猴马似乎与之相距甚远 具体在哪儿 一直没有进过考证 比如说那个汉书里边 写的是在太阳这一带 在山西省会太原 城市西南郊的玄望山脚下 有一片连绵起伏 名叫晋慈的古代建筑群 传说这一座祠堂始建于西州时期 祭祀的是晋国第一代国君 晋侯谢父的父亲唐书渝 今天人们在晋慈看到的建筑物 自然不可能久远到两周时期 文献中也只有东汉汉安三年 及公元144年太原地震 晋慈受到波及的记载 或许正是因为晋慈的存在 东汉人颁故才会在编撰汉书时 在地理智中留下这样的文字 猴马和太原之间 有近三百千米的遥远距离 按理说应该和晋都拉不上关系 可这样一来 如此多的晋国遗存和至关重要 堪称国家命脉的祝同遗址 又该如何解释 其实在漫长的历史阶段 曾经也有人怀疑过 当时还隶属虚卧的猴马 就是晋国的国度 顾艳武 明末庆祝的一个大学者 他在他的日之路里边 因为他晚年是在求助着 顾艳武是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 他一生辗转 行万里路读万卷书 创立了严谨的智学态度 中年以后 顾艳武启程北游 足迹遍及山东 河南 河北 山西 往来曲折二三万里 所揽书又得万余卷 到了晚年 他一度隐居山西区卧 并于公元1682年再次离世 经过考察 他认为晋国中晚期国都 就在驱卧境内 在日之路卷三十一中 顾艳武写道 晋国本都义至景宫迁于新田 在今驱卧县当坟汇二水之间 数十年后 驱卧县令张房 更是在此基础上直接指出 晋都就在喉马 根据左传记载 公元前585年 晋景宫以一个名叫新田的地方 土厚水深 居之不及 有坟汇以留其恶 且民从教 时事之利为由 将都城迁到了那里 晋国百年霸业 多半就是在此完成 可是 猴马会是新田吗 这个春秋时期中原唯一的超级大国 历经沧桑巨变之后 又能留下多少文迹 供后人赞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扬